本周塔罗占卜开始哦 开始之前与大家说一个笑话哦 讲一个霸气台语好不好 个人聪康 聪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别人困扰哦 好不好笑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本周占卜了哦 Go 土象星座的本周占卜感情放手 感情该放手咯就放手 强握着反而更伤心哦 财运治疗 你需要调整财务结构哦 以确保降低风险 健康空 一切都是空的哦 身体也是借来的 超脱生死才能超凡入胜哦 火象星座的本周占卜感情平凡 真的是平凡就是甜蜜哦 随时都可以感受到幸福哦 财运 财运 财富 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哦 随便赚就走金路库哦 健康 觉知 觉察 身体朝向 更好的境界 脱胎换骨 变成少女的过程哦 开心 水象星座的本周占卜 感情 爱情梦 浪漫的感情来时 无法挡哦 爱情增添了想象空间 填满了许多粉红泡泡的感觉哦 财运引导 财务一直都有人指引哦 所以不要直上 见入贵族哦 健康 前世 左右逢源 有贵人 身轻如燕 一并不会来哦 风向星座的本周占卜 感情 内在的声音 感情和谐 内在一致的信任 足以得水哦 充满欢喜 财运新的洞见 你有新的动力 让你起始回生 大车大物的财富 全然到来 健康可以变 你的身体不止健康哦 还能有健康 只有人健康的力量 本周塔罗占卜的结尾 我们感谢 实验塔罗大师 三十年的经验哦 来帮我们的 四一大饭台 感谢他 如果需要健康咨询 加入我的Lite8 让我们了解更多 爱洁的天然银洋品哦 开心 期待下周的本周占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